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物理 力学能守恒 主讲 丽山高中 陈奇威老师 各位同学好 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摩天轮 他的圆周运动 以及小球在牵制面上 做的圆周运动 今天我们要从能量的角度 来看看摩天轮跟小球 他在运动过程当中 他的动能跟胃能 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学完这个单元之后 就让同学可以思考一下 摩天轮跟小球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哪个满足力学能守恒 哪个又不满足力学能守恒呢 课程内容 原理及模拟 例题计算 实验影片 与备注说明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曾经介绍过 当篮球下降的过程 重力做正攻 会释放重力位能 转换成动能的形式 如果将能量与位移的关系图化 未能会随高度降低而减少 动能会增加 我们说重力做攻 会等于负的未能变化 而动能加未能 似乎是固定的值 另外我们还介绍过 弹簧被拉长压缩的过程 弹簧做复攻 会储存成弹力未能 若将能量与位移的关系图化出 未能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动能则刚好相反 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同学们一定会问 真的吗 动能加未能的大小 也是固定的咯 今天的课程就是要来讨论 动能加未能 在什么样的情况 才会是一个定值 在开始前 同学可以先想一个问题 就是有三颗小球 从高度相同的地方滑下 经过三个不同的光滑路径 抵达相同位置时 谁的动能最大 答案当然是一样咯 因为过程中只受到重力做工 而重力做工只与牵直方向的位移有关 或是也可以说释放相同的位能 所以磨动能都一样 如果具有这样特性的力 我们就称这样的力为保守力 英文叫做conservative force 或是称为守恒力 像之前教过的弹力也是保守力 当它们做工时都可以储存或释放能量 将这样的能量定义为位能 例如重力位能 弹力位能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保守力 这种力它可以写成与位置有关的函数 当它们对物体做工时 只会与物体的起点、终点有关 与物体移动的路径无关 因此我们可以将保守力做工 写成另外一个与位置有关的函数 这就是位能的概念 最后得到力悬能守恒 这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证明的部分 那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保守力有哪一些? 像是重力 不论在地表附近所受的均匀重力场的重力 或是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都是属于保守力 还有像弹力 不论是在水平弹簧或是千值弹簧 只要在弹簧的弹性限度内 这样的弹力就是属于保守力 与高三会在介绍的静电力 这些力都可以写成与位置有关的函数 接下来我们要证明 为什么当物体只受到保守力做工时 力学能就会守恒呢? 这里用到两个之前学过的概念 就是功能定理 合力所做的功会等于物体的动能变化 还有保守力做工会等于负的位能变化 当物体只受到保守力做工时 合力就可以写成保守力 而物体的动能变化就会等于负的位能变化 两个式子会相等 一向后可以得到 物体原本的动能加原本的位能 会等于物体它后来的动能加上后来的位能 我们将动能加上位能这样的形式定义为力学能 因此当物体只受到保守力做工时 力学能就会守恒 最后来看千值弹簧的范例 一个弹力常数为K的弹簧 下端挂一个质量为M的木块 平衡时弹簧生长多少 若物体从原长突然释放 则在平衡点时动能为何 弹簧生长的最大值又为何 首先将木块缓慢往下移动 在平衡点时 木块受到重力MG往下 与弹力KX1往上 这里的X1是指弹簧从原长到平衡点的距离 两个力达尽力平衡 一向后可以得到 X1会等于K分之MG 接下来计算突然放手后 在平衡点时木块的动能为多少 我们令木块在平衡点时 它的重力位能为0 过程中力学能守恒 也就是说 木块在原长时它的动能为0 再加上它的重力位能MGX1 再加上它的弹力位能为0 会等于 后来木块在平衡点时 它的动能为1K 加上它的重力位能为0 再加上它的弹力位能为 2分之1KX1的平方 一向后 得到木块在平衡点时的动能 会等于2K分之M平方 乘上G平方 最后来计算弹簧生长的最大值为多少 弹簧在最低点时动能0 加上重力位能-MGX2 再加上它的弹力位能 2分之1K X1加X2 跨号的平方 这里的X2是指平衡点到下端点的距离 一向后得到弹簧最大的生长量 X1加X2 会等于K分之2MG 看完范例 接下来我们用Arcoto软体 来模拟物体挂在千值弹簧上 观察物体它的动能 中力位能与弹力位能的变化 首先设定弹簧的弹力常数为10牛顿除以公尺 阻尼系数设定为0 圆长为3公尺 并复制两个相同的弹簧在旁边 让中间的弹簧挂1公斤的物体 并达到净力平衡的状态 这个点我们称为平衡点 这时候弹簧大约升长为1公尺 右边的弹簧为弹簧在圆长时 突然释放一个1公斤的物体 让下降的过程只受到弹力与重力的作用 接下来开始模拟 开始时物体为静止的状态 弹簧也没有升长 因此动能与弹力位能皆为0 而这时候的重力位能我们设定为20交耳 因此总力学能为20交耳 在最低点时物体为静止的状态 重力位能与动能也都是0 但这时候的弹力位能最大 为20交耳 总力学能也为20交耳 在平衡点的时候 动能大约为5.38交耳 重力位能大约为10.4交耳 弹力位能大约为4.3交耳 加起来之后 总力学能也为20交耳 因此不论在任何时刻 力学能皆为20交耳 因为物体所受到的是重力与弹力 这两个力都是保守力 因此力学能在任何时刻都会守恒 看完范例与模拟 接着我们要来做千值弹簧的实验 我们将砝码挂在弹簧上 让它在这个千值面上做减斜运动 在运动过程中我们来计算一下 砝码它的力学能是否会守恒 那我们这次使用的弹簧 每增加20公克的砝码 它会增加2公分的距离 同样的在增加20克的砝码 弹簧又继续增加2公分 因此我们得到弹簧的弹力常数为 每增加1公分需要10公分的外力 弹簧弹力系数的部分 我们可以利用虎克定律来求得 弹簧的形变量与它的外力成正比 那我们利用这样的关系 可以求得弹簧它的弹力常数 每增加1公分的时候 需要瘦的外力是10公克重 那我们将10公克除上1000 再乘上每1公斤是9.8牛顿 我们计算出K的大小为 9.8牛顿除上每公尺 这次我们使用的砝码 它的质量为150公克 那它距离原厂的地方 深厂的量值大约为15公分 实验的时候我们开始从弹簧原厂的地方 放手 过程中弹簧在那边做剪斜运动 那我们想要去计算一下 在上端点以及平衡点 还有最低点 它的力学能是否会守恒 砝码在运动过程中 它的力学能E会等于它的动能EK 再加上它的重力位能UG 再加上它的弹力位能US 它的重力位能UG会等于MGH 那这里我们要先定它的0位面 0位面我们设定在把码在最低点的地方设定重力位能为0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实验 我们接着用VideoFist软体来分析 它的重力位能MGH 就是带最高点的H 我们就带0.28公尺 那速度的部分在最高点与最低点 它的速度都为0 那在平衡点的地方 它的速度为最大值 那平衡点的地方我们发现它的速度 大约为每秒1.1公尺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端点的时候 它的力学能是多少 我们带入M0.15公斤 再乘以重力加速度G等于9.8 再乘上它的高度0.28公尺 那我们计算出起始位置 系统的力学能0.41交2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在最低点的时候 砝码的动能为0 它的重力位能我们设定也为0 弹力位能会等于1k 那k我们刚刚计算出 k等于9.8牛顿除1公尺 再乘上升长的量0.28公尺的平方 计算出系统的力学能0.384交2 在平衡点的时候 系统的力学能为多少呢 它的重力位能0.15公斤 再乘上重力加速度9.8 再乘上它的高度0.14公尺 那再加上它的动能1分之1 再乘上它的质量0.15公斤 再乘上它的速度每秒1.1公尺 弹力位能的大小为 2分之1k带9.8 再乘上升长量的平方 0.14公尺的平方 那我们将重力位能加上动能 加上弹力位能 加起来它的力学能0.392交2 我们发现力学能几乎是一个定值 实验的结果我们发现 砝码在两个端点 以及平衡点的地方 力学能都是守恒的 那其实过程中 不论是任何一个点 它的力学能都是守恒 因为砝码在运动过程中 只受到重力以及弹力 那这两个力都是属于保守力 所以力学能都会守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